我會說… 正所謂夫妻間同床共枕數十載 你跟另一半 兩個人一張床的時間會很長 聽起來好像很恩愛、很甜蜜 但原來現實是正正相反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否同感 我覺得是 我也有甜蜜的時候 是 但我有些不甜蜜的時候 我會覺得… 例如你也會抱著睡覺 通常我不會面對面抱著 他在背部抱著 紅袍 但你這麼近的時候 我就很不喜歡他的呼吸噴氣 噴到我的頸部 不 你知道這是性暗示嗎 其實他不想吹氣,你明白嗎 是嗎?是這樣的 你不懂嗎 你的聲音太難 你不懂嗎 你怎麼叫老婆的 不是 是嗎?好像真的不是 糟了,原來性暗示了你 對不起,老公 你終於搞清楚的狀況 不過我那天和你差不多 不過他不是在我旁邊噴氣 他在我身旁三秒睡著 扯鼻汗 你老公很累 三秒 他不是,他長時間可以三秒 例如今天放假 他也是三秒在我旁邊睡著 然後我睜開眼睛 然後我心想睡不著… 他要抱著你,然後說行了 其實你也有解決方法 你快去睡著就行了 以後你先上床 然後你睡著了,確保 然後他才批准上床 加規… 他生氣的位置是只有三秒 他沒有時間發出性暗示 他已經睡著了 你只說是性暗示 我心裡是甚麼性暗示 我真的扯火 那個人有想過嗎?其實你也有 只是你的不夠大聲,吵不醒他 如果兩個人好像交響樂 其實事情也很浪漫 扯… 但我真的挺浪漫的 首先,我男朋友沒有鼻汗 而你… 又不帶汗 是嗎 但我們… 喝吹氣 那不就沒有呼吸 沒有心血 但我們會牽著手睡覺 我也會 對… 牽著手睡覺 有一次他第二天起床跟我說… 你剛才起床跟我說,我突然… 即是甚麼… 甚麼 夢遊,是嗎 好像夢遊 我不知道 很自然會捉住他的手 牽著自己的手 但我睡著了,完全沒有知覺 你有牽錯東西嗎 不是,整個手都是這些東西 我… 自己牽著手,但又好像牽著 究竟是否那隻手 他告訴我是 你睡覺習慣牽著手 我們倆也會牽著手 其實每個情侶睡覺的狀況都不一樣 不如今次畫一下 在床上大家的分布是怎樣的 甚麼?有些女生真的睡了 整張床的男生在睡地上 我嗎 只是在睡覺 在睡覺的姿勢 只是在睡覺的姿勢 我畫給大家看,好嗎 我想看看 很怕你畫了其他姿勢 神經病 完成了嗎 完成了 好,3、2、1 這是空布還是甚麼 對…Crystal的胸部 你不懂得畫,先畫一下 一輩子一輩子 先畫一下 為甚麼… 你那個是甚麼 上下的胸腰 腰 是胸腰 剛才我說過 因為兩個人抱著睡覺 然後有很多汗 這就是整晚的狀況 整晚都是這樣 睡前是這樣,睡後也是這樣 那你的汗呢 大家沒有離開過 藍色的,全張床都濕透了 我是白色的,然後濕到深藍色 好嗎 解讀了嗎 很賤 我就是這樣整晚抱著睡 你們那些呢 我還沒搬之前 我老公在床上 不知為何他一個人睡 是雙腳沒問題,不會撐住 他很喜歡抱著我的手 即是一隻手 對,一隻手 通常很多男士都會喜歡 抱著我的手 其實他們不喜歡 通常… 以為你喜歡 男士通常都說 其實我的手真的很疲憂 是嗎?我第一次開球 跟他說我不喜歡 然後他說… 然後他這樣 然後放進來 怎麼了 這些是放進來的 因為我摘著了 然後死瘋爛 他這樣放進來 因為你老公唯有這個位置 才能表達男士的臉 平時射給你吃 對嗎 我沒有說的… 他說他睡了這麼多年,沒事 但我第一次睡在他家裡 我要去鞠躬蝦米地屈住睡 然後腳又在躁 然後手要這樣曲著睡 然後我覺得很淒涼 我覺得一點也不浪漫 所以現在床應該會比較大 對 他推論就是他老公是矮的一節 對,我只想到這樣 我也聽不明白 是否很搞笑 還要說出真相 沒有人知道真相 我165高,我老公好像167 但前提到床睡覺是沒問題的 但不知道為甚麼 他一摺完手 我一睡覺時 我的腳就一定會… 因為你要塗上手 對… 其實只會有很多 我已經順利替你解釋 你老公顏面知道你會放在哪裡 你再繼續放在哪裡 對不起,我想問 這集我不會讓他看,不好意思 我會讓他看 對,讓他看 我這個…不好意思,都是高度的問題 你的男朋友真的很高 對,他真的超級高 我們是… 他要打斜板才能放在高度 對,我想說 正確,他的腳本真的會凸出來 很可憐 我經常會這樣打斜睡 雖然我短小精幹 但不至於睡一個三角形就足夠了 但他經常會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很苦惱 尤其是你小時候 你更加不容易睡得著或睡得塌 家媛那個跟我有點相似 反而是我要睡醒這位置 你那兩個東西… 那兩個是我的手 對於我 我跟你一樣,但我沒甚麼畫 其實有時他的腳或手 已經放在床外面 因為我已經迫到他這樣 因為他要黏著我另一半睡 而且我的頭髮現在不長不短 有時真的會把頭髮塗在他的臉上 刺著他的鼻子 很正常,是否在睡覺前會撥一撥 然後才會睡 女生是很正常的 但男生有時會說 你為何你這樣 對,會撥到他的臉 所以我經常要保持自己撥 把頭髮塗在另一邊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睡覺 我跟他男朋友一樣 你們倆都是橫睡 因為我要黏著男朋友 這個就是男尊女碑 這個就是女尊男碑 看得很仔細 其實他很明顯 他不太想跟他一起睡 看他越移越出… 對 當時越移越過… 不是,我要黏著他 他以為我沒有位置 所以就要向他移 但我又要黏著他 所以移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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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除了畫大家的教材之外 都是一如以往有些故事 猜猜是屬於哪一位 是 去男朋友家裡過夜 要男朋友幫忙買M巾 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憐 有時你不知道為何 可能那陣子的心情不好 突然早了,你也不知道 然後很尷尬 那一刻在別人家裡 你又坐著別人的廁所 又不知道可以怎樣 我試過有個解決方法 就是自己攝後紙巾 然後這樣 我又不想開口問別人借 又不想落街… 但你過夜了 你過夜這樣攝紙巾 你過夜攝紙巾 那你就開口問別人 是否你,所以那個人 是否真的你 如果不是,我猜到了 對,不過場景更尷尬 因為是弄髒了男朋友的床 如果弄髒了男朋友的床… 你只是破處而已 為甚麼阿娟 你弄到別人的床 你會很尷尬 你還要第一次… 第一次在別人家睡覺 對,第一次的印象很重要 然後一來就記住你了 而且男生通常想女朋友來過夜 可能是開心、浪漫一番 然後你來M,還要弄髒了床 還要下去是買M筋 不是買其他東西 還要換床 很慘… 很慘 真慘 我不爭氣了 你下次計算這些事情 不要下次了,不要第一次了 睡男朋友、父母的床 怎知道他媽媽睡著了 我覺得睡男朋友、父母的床 已經很有問題 怎會睡別人的 這個人有乖痞 你不覺得很不舒服嗎 自己男朋友的床就說沒問題 睡別人的床 不,通常男朋友的床比較寒酸 父母的床應該會晃光 或是雙倍晃光 有些蜂蟑螂 好像天福語,不知道是蜂蟑螂 敢試著 像芭蕾島的很漂亮 他沒有吹嘴 因為他很喜歡跟父母有任何關係 即使吃飯、睡床也是 所以一定是家媛 是的 不,但當時我跟你的想法一樣 我覺得很沒禮貌 而且不舒服地睡別人的床 但當時男朋友… 你男朋友的要求 對,因為他家比較小 他自己睡一床假床 所以他就說 不如媽媽每早回來 我們舒服一點睡覺 就去媽媽的床吧 寬敞一點 我一直說不要,剛好幾次 但確實也是舒服一點 口裡、雪筆、身體、強癮性 我尊重另一半 明白的… 剛好幾次都沒事 人家就是這樣 你練大了膽怯 沒事的,算盡點時間 伯母不會回來 誰不知那天伯母是早收定 然後就回來 即日睡得倒閉 那次真的聽不到她入門的聲音 我意識到她回家時 她已經來到房門 即是你不能離開 我當時真的很尷尬 唯有假裝睡著了 甚麼都不知道,聽不到 然後… 伯母會叫她發聲 沒有,伯母會說 有美女上來嗎?這樣說 但她的兒子也是在旁邊 對,因為她是她的兒子 我想兒子也會經常睡媽媽的床 我跟你說,你婆婆一定很不喜歡 甚麼是我婆婆?不是 我不是婆婆,她三歲了 所以就三歲了 伯母一定很不喜歡 因為還未入門就已經睡床 入門後還做得了 有些媽媽真的很介意 真的 如果家裡收了甚麼東西 你進了別人的房間 你不見了甚麼,那會罵誰 她不會罵自己的兒子 會罵女生 對 然後她會跟兒子說 有些不太乾淨… 這個女生… 對,手臟不太乾淨… 這個女生… 有點臭 媽媽不見了東西 那可以罵誰 所以千萬不要再這樣 對,之後有第二次 之後都不敢了 大家都不好 聽到也不好 千萬不要學這些東西 你只留下Emma的伯母 張照片,怎麼辦 不要緊,像Daisy一樣 叫伯母洗而已 但伯母心想說 我沒有了,為甚麼會有Em 因為她是第一次 是伯母的意義更大 她是伯母的床是第一次 我不敢再說太多了 我覺得怎樣是最浪漫的雙人床 其實通常是最初拍拖 熱戀期的時候 跟男朋友在哪裡睡 哪怕只有這麼小的床 都是說得開心 但拍拖久了就像我們剛才所說 每樣東西都看不過眼 噴一口氣,也會覺得生氣 我覺得最浪漫的雙人床就是酒店 為甚麼呢 她在一個軟臉臉 又大張的床上 還沒摸來摸去又開心 還不浪漫? 很浪漫 鑑屎長… 我覺得最浪漫的雙人床就是海灘 為甚麼呢 因為我曾經跟男朋友在海灘 躺著看星星 如果有一張床可以在海灘 躺著舒服地看星星 聽了海浪的聲音,還沒最浪漫